布莱克最喜欢探索暗黑的夜晚 如果没有黑暗的星空 我们就无法看见奇幻闪亮美丽的星星 蓝十字星座是一个位于南半球天空的独特星座 因其明显的十字形状而闻名 这个星座包含了四颗明亮的恒星 它们排列成一个十字 看起来就像是夜空中的一个十字标志 蓝十字星座的四颗主要恒星分别是 要在台湾观察南十字星座 你需要去到南方的地点远离城市的光海 因为它位于南半球天空 在台湾 最适合观察南十字星座的时间通常是冬季至早春 大约从12月到4月之间 此时南十字星座会在夜空中的南方升起 并在午夜左右达到最高点 南十字星座背后的传说可以追溯到不同的文化 但最著名的故事之一是与基督教有关的 据说南十字星座代表着基督教的信仰 其中的四颗恒星代表着四位福音书的作者 马太 马可 路加和约翰 这个星座在南半球的许多文化中 都有特殊的神话和象征意义 它总是在夜空中闪耀着 提醒人们对宇宙和信仰的思考 无论是出于科学的兴趣 还是对宇宙的神秘感兴趣 观察南十字星座都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经历 不妨在适当的季节和地点 带着望远近乎肉眼 享受这个美丽的星座在夜空中的璀璨光辉 当你仰望南十字星座时 你会发现这四颗恒星的明亮和独特性 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这些主要的南十字星座恒星 Acrix Acrix是南十字星座中最亮的恒星之一 也是一颗蓝色的巨星 它位于十字的底部 通常是最容易看到的一颗 Mimosa Mimosa是南十字星座的另一颗明亮恒星 位于十字的右臂 它是一颗光谱形B7的恒星 通常呈蓝白色 Gagrix Gagrix位于十字的底部 是一颗红巨星 呈现出橙红色 它在南十字星座中的位置 使得整个十字星更加完整 Delta Cruces Delta Cruces是位于十字的左臂上的一颗蓝白色恒星 虽然它比其他三颗恒星稍微暗一些 但仍然很明亮 这些恒星组成的十字在夜空中非常鲜艳 为南半球的关心爱好者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测体验 不仅如此 南十字星座也是许多南半球国家的国旗和象征之一 代表着宇宙的神秘和希望的象征 不论你是否是一名天文学家 南十字星座都是一个令人著迷的天体 它在夜空中绽放着神秘的光芒 不断启发着人们对宇宙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有些事现在不做 以后也不会做了 布莱克在台湾与你分享 2023年9月30日